同学们你们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数学课堂。 这节课,张老师将跟大家一起继续学习除法二。 首先,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。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四点。 第一,通过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,进一步体会成除法之间的关系, 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六至九的成法口诀,计算成除法。 第二点,通过在线农家小院的情境,灵活运用有关成除法的知识,解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。 第三点,调动学生的情趣,激发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,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第四点,是培养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,认真倾听他人意见,在问题的处理中体验成功,培养数学学习的兴趣。 接下来,我们一起看看本节课的学习重点与难点。 本节课的学习重点是,运用有关成除法知识,解决生活中简单的问题,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本节课的学习重点是,根据相关信息提出简单的,有价值的惩处法问题。 同学们,你们还记得农家小院吗? 今天农家小院丰收了,张老师就带着大家一起去参观参观。 你们看,这幅图就是农家小院的图,从图中你能得到哪些数学信息? 快找一找,比比哪个同学找得又全又准。 咱们一起来看看,这幅图体现给我们的数学信息吧。 这幅图里面有老玉米,南瓜,兔子,还有柿子,还有黄瓜,柿子椒,这些丰富的蔬菜。 它们还有自己的数学信息,有的告诉我们身高,有的告诉我们知数,有的告诉我们今年摘了多少个果子。 这节课,张老师就和大家一起运用农家小院这里的数学信息,来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问题。 咱们比一比,看哪个同学这节课学得最出色。 第一题,问的是,墙上挂了多少根玉米? 你们看看这幅图,说说这幅图的意思。 有个同学说得真好,他说,每一串玉米有八个,有这样的六串,也就是六个八。 用乘法来计算,乘法算式是什么呢? 没错,乘法算式就是六乘八,用口诀六八四十八计算出结果,单位名称根。 答,墙上挂了四十八根老玉米。 这是什么水果? 柿子。 今年,农家小院可奉收了五十四个柿子,需要把它装在盒子里,每盒装六个。 问你需要几个盒子? 也就是五十四里面有几个六。 要求五十四里面有几个六,用乘法还是除法计算呢? 没错,用除法计算。 算式应该怎样列?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算式应该是五十四除以六等于九,单位名称个。 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道题。 五十四代表一共有五十四个柿子,六代表每盒装六个。 九代表需要九个盒子。 你理解这个算式的含义了吗? 因为是应用题,所以要进行答题。 答需要九个盒子。 这是什么小动物? 没错,这就是咱们农家小院里养的兔子。 今年我们供养了十二只小白兔。 现在要把它放在四个笼子里。 问题是平均每个笼子里住几只兔子。 也就是要把十二平均分成四份,求每份是几。 解决平均分用除法。 算式是十二除以四等于三,单位名称只。 答题,你来答一下,答,平均每个笼子住三只小兔子。 这种水果你们见过吗? 是南瓜。 今年农家小院可是大丰富,接了二十个南瓜。 现在每筐要装四个。 问问能装几筐? 自己试着想一想,列一列这道题的算式。 你们列的算式和老师一样吗? 二十除以四等于五,单位名称框。 这个算式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把二十每四个分为一份,可以分为这样的五份。 答题,答,需要装五框。 再来看看这道题。 你从图中得到了什么信息? 青椒说,我身高七厘米。 黄瓜说,我身高三十五厘米。 你能提出哪些问题? 有同学说,可以求黄瓜比柿子椒高多少厘米。 用减法计算,真棒。 那张老师问你们,能提一个用除法解决的问题吗? 有同学想到了,关于倍。 没错,我们可以提黄瓜的高度是青椒的多少倍。 怎么列算是,用三十五除以七等于五。 为什么不写单位呢? 因为关于倍,这方面是不用写单位的,这个单位是可以省略的。 同学们看看这道题,需要我们寄信。 看看有几个信筒,有两个,它们分别写着什么? 第一个信筒写着七的倍数,第二个信筒写着八的倍数。 我们要按照要求,把信寄到相应的信筒里面。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第一封信是十四,十四是七的倍数还是八的倍数? 没错,十四是七的倍数。 十四是七的几倍呢? 十四是七的二倍。 第二封信,三十二,是八的倍数,是八的四倍。 四八三十二,所以第二封信应该放到八的倍数。 这个信筒里。 接下来,二十一是七的三倍,要放到七的信筒里。 四十二是七的六倍,也要放进七的倍数,这个信筒里。 六十四,我们想到口诀八八六十四,所以六十四是八的八倍, 它应该放到第二个信筒。 四十八,六八四十八,四十八是八的六倍,所以也应该放进八的倍数,这个信筒。 接下来,二十八,二十八是七的四倍,所以放到七的这个信筒。 十六是八的二倍,放第二个信筒。 三十五是三十五是七的三十五倍,所以要记到七的倍数,这个信筒。 四十,你想好了吗? 没错,五八四十,所以四十是八的五倍,要放到八的倍数,这个信筒里。 六十三,七九六十三,六十三是七的九倍,所以它应该放进第一个信筒里。 快看看最后一封信是几,是四十九,四十九是谁的倍数呢? 没错,四十九是七的倍数,七七四十九,所以要放到第一个七的倍数,这个信筒里。 这样,我们就将这几封信都进入准确的信筒里了。 看看这道题,它给了我们哪些信息? 告诉我们本三元,笔五元,小汽车九元,小刀九元,剪刀四元,羽毛球五元。 根据上面的信息,请你提出两个可以用乘法解决的问题。 这道题,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觉得特别容易,那就让咱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如果老师提问,买六根钢笔需要多少元,应该怎么计算呢? 我们找到每只笔是五元,那要六只,就是用五乘六,等于三十元。 答,买六只钢笔需要三十元,还可以提哪些问题呢? 买九个羽毛球需要多少元? 一个羽毛球五元,九个羽毛球,也就是要求九个五。 九个五是多少,乘法算式怎么列? 正好,乘法算式是五乘九,或者九乘五,结果是四十五,不要忘记单位名称是元。 答,买九个羽毛球需要四十五元,当然还可以提出其他的问题。 第二问,李老师买了同一种商品,正好花了三十六元,他可能买了什么,买了多少? 咱们看看这道题,首先你要找到有用的信息。 李老师有多少元? 有三十六元。 买了几种商品,买了同一种商品,他可能买了什么? 有同学一下子就想出了结果,咱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他可能买了小汽车,如果三十六元全买小汽车,可以买几辆呢? 用三十六除以九等于四,单位名称并。 答,他可能是买了四辆小汽车,还可能买什么? 还可能买小刀。 他如果买小刀,能买几把呢? 也是用三十六除以每把小刀的九元,等于四,单位名称把,答,买了四把小刀。 除了买小汽车,小刀,还可以买什么? 还可以买剪刀。 如果买剪刀,可以买几把剪刀呢? 我们怎么算?就用三十六除以四,看三十六元里面有几个四元,就可以买几把剪刀。 三十六除以四等于九,单位名称把,答,买了九把剪刀。 这是一家快餐店,快找找从图中,你得到了哪些有用的数学信息。 小白兔说,我要买两盒。 买两盒,每盒多少元啊? 老板说了,每盒四元。 那买两盒需要多少元,你会列算式吗? 老师有要求,列出一个乘把算式。 乘把算式应该是四乘二等于八,单位名称元。 答,买两盒需要给老板八元就可以了。 小松鼠也来了,他说,我用了二十四元,我花的钱是小白兔的多少倍?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道题。 小白兔用了多少元? 刚才我们已经计算过了,用了八元。 小松鼠用了二十四元,也就是问二十四是八的多少倍? 以八为一份,二十四里面有几个八,就说二十四是八的几倍。 用什么法计算? 没错,用除法计算。 算式你会列吗? 算式是二十四除以八等于三,单位不用写。 答,我花的钱数是小白兔的三倍。 这样我们就帮小松鼠解决了问题。 小松鼠和小白兔买了东西,小牛也来买东西。 他说,我有二十元,能买几盒? 每盒四元,就是看二十里面有几个四。 用除法计算。 算式是二十除以四等于五,单位名称合。 不要忘记答题,答二十元,能买五合快餐。 同学们,咱们一起来看看这节课需要你们掌握哪些知识技能要点。 这节课,我们主要要掌握选择有用的信息,提出简单的乘除法问题,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,是根据农家小院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情景。 这个情景里包含了许多数学信息。 这节课,我们就是灵活地运用这些信息,进行乘除法有关的计算,解决了实际问题,提高了同学们的应用性质。 好了,这节课就上到这儿,同学们,咱们下节课再见。